12月31日的两场女排联赛的半决赛 居然都被换人发球杀死 真是罕见 天津女排对辽宁女排的比赛 第三局局末阶段换上小将刘美军发球 他一上去发球就没有下来 至少发了五个球 直接把比赛发死了 换人发球见到了奇笑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无独有偶 第二场上海女排对江苏女排的比赛 历史再次重演 第五局上海女排10b90先时 换上同样是小将的陈芳林上场发球 陈芳林一葫芦画嫖 也是连发五球 15-9直接杀死比赛 虽然两人都用发球结束了比赛 但两人的发球又有些不同 天津女排主攻守刘美军的发球速度较快 有些威力 总能破坏一传 而上海女排二传手陈芳林的发球 应该是飘剑长 虽然不一定能破坏对方一传 但却有直接得分 有意思的是 他们两人在今天的两场半决赛前面的几局比赛中 都有在局末阶段换上发球的情况 但却都没有受到什么效果 偏偏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绽放了 看来 换人发球 只要你不尴尬 坚持就是胜利 关键分时候换人发球 对对方接一传的人是一种威慑 但其实对发球的人也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用得好 能取胜 用得不好 也可能弄巧成拙 最著名的换人发球 当然是礼乐奥运会上 最后一个球 张长宁换上去发球 塞尔维亚阶层探头 会若其一掌拍下奥运金牌 感谢观看